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11.3的部分 还记得 那我们从这边继续讲解 种群和这个群落 种群和群落什么差别 科学家呢 他把生活在一定的区域内 同种生物 种称种群 所以如果是生活在水道里面 那个水道那就是一种种群 亚洲巷也是成群成 结对的 那他就是一种种群 种子是同样的物种的 我们就叫种群 OK 那种类的话 生物的种类呢会有合作 那这个我们叫种类互助 然后呢如果是有时候呢 也会也会有斗争的 那这个就是种类斗争的 所以在种群内会发生的一些关系 就是就是所谓的 这个物种与物 生物与生物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个是种类的一个关系 过后呢 过后呢我们就要解释什么叫群落了 OK我们再看一下 一个区域内 往往有很多种不同的生物 对吧 所以整个生物生活在同一个生活环境中 所有的生物种群 我们就称为生物群落 所以简称群落 所以就是说种群全部叠加起来 那我们就叫做群落了 OK 小至一滴水 很像说一滴水里面 有浮游 很多浮游生物的 那所有的浮游生物加起来 也算是一只群落 如果是我讲 池塘里面的生物群落 那有大鱼啊 虾啊 小鱼啊 青蛙啊 等等的 生物 只要是生物就可以了 包括了植物 包括了动物 包括了微生物 啊 所有的啊 只要是生物都是 OK 所以如果生态系统中 所有某种生物 可以不可以叫它一个种群呢 啊 也是可以 啊 就是说它 呃 你我们讲说一个环境啊 所以这个环境看你要拿多大 多小 啊 你可以讲说一整个地球 啊 一整个地球的某种生物 那它全部呢 整个 同样的种类的 呃 同样的物种的 这个 呃 生物呢 全部加起来 我们也可以叫它一个种群 啊 所以看你要哪的那个范围啊 有多大 看你那个框框 画多大这样子 OK 那 过后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物种与物种之间 啊 之前我们讲了 种类的有互助啦 像是蚂蚁啊 然后每次就是呃 搬食物呢 一起搬的啊 蜜蜂啊 也是成群结队的 一起出去 呃 呃 去去采蜜 呃 甚至还有什么呢 有互助的 还有什么呢 呃 很像说牛啊 啊 牛啊 或者是狗啊 狗很多时候呢 他们会成群结队的啊 因为呃 有时候一只狗啊 打不过人家啊 所以他们是一群的狗啊 然后呃 成群结队的可能去去捕猎啊 捕杀一些呃 鹿啊 吃东西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就是互助的啊 种类的互助 还有种类斗争 有一些动物啊 可能他太强了啊 所以他就看不起其他的啊 甚至是自己人啊 他也是觉得啊 看不起他 好像是说 哎 他来了就是跟我抢地盘啊 很像说 尤其是这种啊 进我们讲食物链的顶端的这些生物呢 好像都是啊 独来独往的这样子啊 像像是什么呢 像是呃 老虎啊 老虎每次跟老虎打架的啊 狮子跟狮子打架的啊 然后只有 是一个熊狮子 然后周围的全部都是母狮子的 啊 不会有两个熊狮子一起的吧 哈 所以是呃 所以这些都是这样子啊 呃 种类的一个斗争 在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不同的种的啊 不同的种 OK 不同的生物之间呢 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呢 我们列了几个啊 包括了捕食了 OK 捕食了 说呃 还有共生 还有竞争 啊 那这些呢 都是发生在一个群落里面的 OK 这里没有详细讲解 这里没有详细讲解这个捕食 还是之前有讲过了 捕食共生 竞争 哎好像是之前就有讲过了嘛 捕食的话 我吃你啊 这样子就是捕食了 共生的话呢 我们有讲到鸡鸡穴啊 呃 跟这个海鬼啊 啊 然后呢 竞争呢 就是呃 两个 两个物种同样去吃同样的东西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竞争的关系 OK 所以这里只是再提一下 所以反而在这一个小节呢 我们是比较emphasize在呃去区分什么是群落跟种群 OK 什么是种群 种群是比较小的群落是比较大的啊 好